一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菲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了9月5号 台北股市今天大涨了超过100点 大盘今天上涨了102点 上个礼拜几乎整个礼拜都在下跌 所以其实到上个礼拜为止 有蛮多人在这个行情 还认为说这地方是不是要开始走空头了 但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微博在节目上面有跟各位讲 我说台北股市他目前 在做这样的一个所谓支撑的位置点位 是不是真的会走一个所谓长空 你还是要看 这个在这个地方所谓的一个支撑 警线支撑会不会有效跌破 这个头部必须要形成 股市它有时候跟天气一模一样 那翻脸跟翻书一样快 上个礼拜的时候 各位可能对这个盘事还是很悲观 突然间今天又涨上来了 所以一直以来 微博跟各位的朋友讲 我说不论做期货或做股票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盘市 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做应变的动作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怎么跟会员做建议的 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 以棋子的角度 微博是做放空的 这没有错 上个礼拜是9月2号 这个是在9月2号1点07分 也就是接近尾盘 微博发给全体会员的讯息 上个礼拜的台股 它拉回 礼拜五面临了头部的颈限支撑 什么叫颈限支撑 就是这边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会实际跌破 都还不确定 因为外资其实还没有真正完全翻空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位置点在这个地方 9月2号在这一天 好 当时候我们认为说台股面临颈限支撑 下个礼拜 也就是这个礼拜 因为这是上个礼拜的讯息 这个礼拜的台股面临多空形态的一个重要关键 什么重要关键 如果颈限支撑跌破了 那各位 行程卖压就很重了 所以我们当时候我们做判断 我们说如果在美股没有中错的影响下 我们认为会有怎样 我们认为会有反弹机会啦 这是在上个礼拜五 1.07分发给全体会的讯息 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手上的空单 当时候在11点半左右 我们原本有带会员座放空的部位嘛 我们是在8940左右 先试驾获利回补 获利回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要等反弹 我们先交代一下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做空的 可能有一些投资朋友没有知道我们的动作 我们来交代一下 这是8月30号 8月30号的时候 我们是9月份台子期 因为它的日线不是日线比较向下 包括当天的30分线也是向下 所以我们是在9040左右去放空 这是在8月30号的时候 8月30号是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期指这一波的做法是在这一天做放空 放空了之后8月30号 我们发觉这个行情还会再拉回 所以8月30号的当天在10点52分 9040放空的这一笔空单 当天就流仓 当天流仓 好 8月30号流仓我们认为会往下跌对不对 8月31号就出现了大跌了嘛 好 再来 我们认为这一盘是在8月31号的时候 波段空单应该都还有空间 所以8月31号那一天 一样是续报流仓 好 这是在1点11分发出来的 所以8月31号那一天继续流仓 好 再来 这是到9月1号了 就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台子09我们手上的一个空单 当时候看日线还是向下 我们沿盘还有空间 所以空单一样是续报 再留仓 这是9月1号 9月1号到这一天 一直到9月1号 然后到9月2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五 我们把9040放空的空单 这一个波段空单是在9月2号 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微博是在8940 大概获利100点左右了 释迦获利回补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8月30号空单 然后我就续报流仓 8月31号也流仓 9月1号流仓 但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偏偏把空单回不掉 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盘式它是有反弹的可能性 所以在收盘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会员讲 如果美股没有中错 我们认为会有反弹机会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微博是用猜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动作 都是有评有据 我们所有的动作 都必须要有一个依据 操作依据来加以判断 你的一个胜率 相对会比较提高一点 那我们的判断方式 就是用日线配合 30分线不论指标 我给各位看好了啦 为什么今天上涨 我们先把今天上涨的原因 给各位看 这是日线的部分 到今天9月5号 今天9月5号涨对不对 好 各位 这几天是不是日线都向下 今天上涨啦 日线还是向下没有错 表示目前到今天为止 它是属于反弹格局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我们要回不掉 短线就要看到30分线了 我们把它回到30分线 不是日线标 我把它回到 上个礼拜五的收盘好了 这是上个礼拜五 9月2号 1点半 大盘收盘 这是30分线 好 从大盘的角度 连续 包括8月30 8月31 9月1号 9月2号 都拉回对不对 指数都拉回对不对 从短线30分线来看 它跟日线一样都是同步向下 所以当30分线向下的时候 这个盘就拉回了 但是各位 这是到收盘的时候 我们是在盘中啦 微博带会员的时候 是在盘中 因为我们回补的时间的话 是在 这是当时候8月30号空的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回补的时间 是在11点半左右 当时候11点半的时候 我们是在8940 把9040回补 所以获利100点 好 各位 大概就是在这边 11点钟到11点半左右 也就是这个位置点 好 各位你可以发现到 当时候在这个位置点的一个位置 请问一下 30分线是进入高档还是低档 弄能线12区是线16 还没有向上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30分线它已经来到低档区了 连续几天的拉回 30分线来到低档区 那如果一旦30分线向上的话 你说这个盘会不会反弹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个盘式 大概已经来到了紧线位置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嘛 我说上个礼拜的时候 9月2号来到这个紧线位置 大概就是第一个支撑 我把这拿掉 各位可以发现到 上个礼拜是这一天 这个位置点已经来到了支撑点位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 已经来到这一波的紧线支撑 它进入了所谓的一个支撑点位 这个支撑点位要嘛跌破 要嘛它不跌破 就这两种对不对 很多人看空的人 它是说就会跌破 所以它上个礼拜五都还去放空 但是我们却发觉到 从博乐指标的一个辅助 30分线已经定入低档区了 当它进入低档区 K线形态又来到了紧线支撑 外资 我大致上给各位看一下外资的动作啦 因为其实 外资的动作它会影响到 台北股市 它会不会连续重挫 在持续下跌的因素 这是上个礼拜五9月2号 这是期货契约 这是台股期货 在外资的部分 各位上个礼拜五是买超1972口啊 再来 我给各位看为什么今天上涨 这是今天9月5号 这是期货契约 这是台股期货 这是外资 各位都发觉到 今天外资再买了9311口 所以其实在外资没有连续卖超 或者是它棄手以前 你说台北股市会跌到哪边去 我当然要尊重30分线的状况啊 也就是因为我们在判断过程当中 我们用日线加上30分线来补助 所以当时候微博发觉了 9040我们放空的这一笔空单 为什么要在8940做一个获利回补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回补的话 那各位你那个获利将被吃掉的 我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说 微博在带会员操作 无论是期货无论是股票 我们都是有依据的 我们绝对不是说凭感觉 或者是可能或许 不是这个样子的 无论是你要操作 要放空要做多 你都必须要一个依据 如果你没有依据的人 我们就比如说好了啦 以今天来讲 这是今天的大盘 开盘对不对 开盘位置点在这边 好开盘就挤啦 今天的早盘涨 然后就开始争荡整理 从今天的开盘 到今天的收盘 请问三十分线是向上还是向下 代表短线的三十分线 今天是向上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怎么可以空呢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当你操作有依据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你可以把风险 有效的控制下来 原因在这个地方 微博其实长期做节目 都是要给各位一个正确的观念 如果你要做股票也好 做期货也好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操作观念的话 或者是操作方法 你会变成是赌博 那如果变成是赌博的话 各位你输钱几率大不大 所以你会发现 微博带会员做期货 我们只要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都会把风险控制在二十点 也就是说 当我请会员做多也好 或者是放空也好 停损我们就是设二十点 如果错了 我就是赔二十点 但是当对的时候 我就要赚他一百点 赚他两百点 所以我们秉持的操作原则 就是在这边 大赚小赔 要把这个大赔把它拿掉 但是我发觉 市场上的投资人 很多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当你买到一档股票的时候 状况不对的时候 死报活报 把它抱在那个地方 要期待他能不能回来 其实我很感慨 因为今天的366222升 第四根点停板 各位 如果你是依照博热指标 他早在107块就叫你卖了 如果你是照基本面的话 你本来就不应该买热身的 所以我如果在代会员操作过程当中 我说第一句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买博热指标向上的股票 然后避开博热指标向下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博热指标向上的股票 它可能会持续的一个上涨 或者是波段上涨 但是如果是博热指标向下的股票呢 各位 它可能会拉回 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了 比如说4966F博热 各位 请问 博热为什么一直涨 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大盘又回到9000点吗 如果没有一个依据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涨 这是4966F博热 现在叫博热KY 这是博热的博热指标 到今天为止9月5号 各位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博热是持续上涨的 因为它博热指标 从低档转为向上之后 就一直往上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档股票它涨势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买的股票 应该是买博热指标向上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你买博热指标向下的呢 你不要以为大盘涨到了9000点了 很多股票就会涨喔 不是喔 如果你买错个股 比如说好了 我举例大家比较熟悉的高价股 6452的庚热 为什么 因为庚热之前很会涨嘛 对不对 各位你看喔 最近的庚热都不动 为什么呢 我给各位看庚热博热指标好了 这是6452庚热 庚热KY 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 当庚热的博热指标再度转回向下的时候 它的走势就会拉回 所以就算你在这边买进了有机会往上涨 它当它向下了你都要卖出 如果当它向下你不卖出 各位 它就跌下来了 难道只有这一档吗 举例一档上涨的 叫2498宏达店 好这一段时间我请问各位喔 如果你是买宏达店的人你有赚钱吗 就这一段时间 宏达店今天涨啊 但是我请问各位 你这一段时间买宏达店你有赚钱吗 为什么会赚不到钱 因为宏达店它还不符合上涨的条件 这是2498宏达店 这是宏达店的博热指标 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各位为什么宏达店这一波都下跌 因为这一波的宏达店都是博热指标向下 向下向下向下 好到最近为止 它在酝酿向上 但是还没有发生啊 不止这个 讲宏达店就要讲TPK的 对不对 各位你看喔 TPK今年也涨嘛 但是为什么TPK这一段时间都不涨 为什么 所有个股都可以用博热指标来看 这是3673TPK 这是TPK的博热指标 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这一段的TPK在上涨 这一段的TPK在下跌 请问为什么这一段上涨 又请问为什么这一段TPK下跌 如果你买在这一段的TPK你赚不到钱 但是你买在这边你会赚到钱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段的TPK 博热指标这边是向上 有没有看到 但是这一段以来的TPK 博热指标是向下 所以我说重点在这个地方 你选择股票是属于哪一种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但是微博必须跟各位同学朋友讲 很多人说难道博热指标都这么神吗 我跟各位讲 没有 博热指标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一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持续创高 有没有机会走多头 我跟各位讲 那不是博热指标的功劳 博热指标它只是指引你 什么时候涨而已 比如说一档股票 博热指标向上了 这边向上 所以这边会涨 这边向下了 所以这边会跌 它只是指引你 但是主导一家公司 长期能不能走多头 或者是长期走空头 主要原因在于 基本面 为什么 比如说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TPK 我举例 我把TPK图形缩小 你会发现 大盘都已经来到了九千点了 TPK长期走空头 大盘不仅没有带动TPK TPK还破底 如果你长时间报一档股票 叫做TPK 你报到现在你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长期来讲的话 它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 微博用例子 3662热声来跟各位做举例 很多人买到热声之后 热声今天连续四根跌停板 它早是 早就是一家 从原本成长变衰退的公司 怎么可以买 所以一家公司 它会不会涨跟基本面 有绝对关系 你会发现 为什么TPK的股价 就是没有办法长期走多头 顶多出现反弹 这是TPK公司的一个基本资料 你看它公司的一个营运成长率 -21 -26 -28 27 最近大概28 27 26这边震荡 事实上都还是负数的 表示什么 表示一家公司的营运 没有真正好转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TPK它之所以没有办法 长期走多头的原因是因为 它公司的营运没有好转 所以微博在博乐指标的功能里面 我们有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就是方便所有的会员 他们可以在盘中或者是盘后 透过博乐指标 你除了可以看博乐指标 是向上还向下以外 比如说 TPK这家公司的成长率是目前没有在成长 对不对 好 公司营运是在衰退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TPK公司的一个所谓博乐指标是向下 所以股价就呈现了下跌破底 但是当它博乐指标向上的时候 至少股价会出现反弹 所以如果你买到一家 它的营运是在衰退的公司 你至少要利用这个反弹的时候去卖掉你的股票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个股 他们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微博再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这是8086红杰科 我们先不论它的博乐指标 各位红杰科从去年 已经大概跌一年了啦 去年最高来到129块 到目前为止只剩下52块 几乎是腰斩对不对 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红杰科会这么弱 如果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好的话 怎么会允许它长期这样走 如果你买到一档股票基本面是好的 就算套牢你都不用担心 它未来会涨回去 但是一家公司会长期走空头的原因 再加上它本身公司的营运 这是红杰科的公司成长率 各位有没有看到 -14-18-20-23-27-33 它公司的营运是成等比的衰退 所以因为它公司呈现是属于衰退的 所以你买到它 就算它不是只要向上了 它也只是出现短暂的反弹 这类似股票非常多 其实我举例不完 这一档叫3691硕和 太阳能类股的股王之前来到了733块 这也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啦 但是现在腰斩只剩下371块 各位为什么硕和会这么弱势 大盘不是上9000点的吗 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买到了一家公司 它本身的股价是在衰退的 去年以前的 硕和成长率可以到60% 所以它股价曾经来到了700多块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今年过完年之后的硕和 因为这是二月份啦 这是105年二月份过完年后 过完年后的硕和从61% 54% 46% 39% 31%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衰退的趋势 因为它公司的营运在衰退 所以当一家公司营运在衰退的时候 如果你抱着它 怎么办 它就一直往下跌耶 那我请问各位 你手上的股票是 赚钱的公司 赔钱的公司 你手上的股票是 成长的公司 还是衰退公司 所以 微博代会员操作的个股 我们不只是要选择 不论指标向上的 我还要选择基本面好的 所以你会看 比如说微博代会员做什么股票 举个例啊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大概举个例给各位看 6510金册 我们选择的个股就是创新高的 各位微博绝对不是今天带会员去买 买快接近涨停的金册哦 我们是在金册还没有涨的时候就去买哦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金册这家公司 它公司的营运成长率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是成长的 从46%一直到56% 买就是要买赚钱 而且成长的公司啦 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都董布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必行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再见 12-2752-5868-2752-5868 全都董布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董布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陈东董布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成都董布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地形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中文字幕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们时间大概只剩下一分钟 那其实微博每天的节目 我认为时间都不够 因为我们讲一档股票 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基本原则 都不会脱离基基本面 我跟各位的这边有讲 你要投资一家公司 你要把钱放在一家公司里面 你想做多赚到钱 你要把钱放在一家公司 是成长的公司 你绝对不要放在一家公司 是衰退的 那微博用不论指标的 主要目的就是 你可以知道这一家公司的 不论指标是属于向上 还是向下 再来你可以知道 这一家公司的 营运是在成长 还是在衰退 虽然我们所买进的个股 每一档 都是选择 基本面是在成长的 因为成长的公司 你就算短线套牢 都不用担心 它未来都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 比较不够 那微博 明天 后天 或许是之后 有多一点时间 我会多讲一些个股 让各位很清楚知道 你现阶段 就是要买一些成长的公司 对你来讲 会比较有帮助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那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 伯乐家族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以期货多工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其他推荐 12-2752-5868 2752-5868 全东保护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贷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贷 0-2752-5868 北都开篇net超值优惠 双响报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 最高2000元 现实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 免费